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一個 老人年輕的人 還可以這麼地嘲 林天福是時尚朝爺 因為他有自己獨門的養生法 首先有一個畫面 他說去爬山 不只爬山 你要採樹根 為什麼 我會刺腳去爬山 因為爬山 我當作爬山是採陰補陽 為什麼叫採陰補陽 大地是屬於陰 我們採大地 補陽曬太陽 陰陽平衡生生不息 這個採 刺腳 這樣採陰補陽有三個作用 第一個接地氣 就是吸大地的陰氣 陰陽平衡 第二個排靜電 因為我們靜電累積多了 會產生酸性體質 會容易發炎 容易生病 第三個腳底按摩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很養生的 好 尤其我的首席模特兒出場 假設這個是樹根的話 我們中間的地方是腎臟 中間的地方很重要 你採這兩個 採中間 中間的地方腎臟 好可愛 中間的地方是腎臟 要特別地去踩踏 上下踩踏 從前面如果有桌子 什麼扶著這樣踩 比較穩 中間的地方 這個旁邊的地方就是腸胃 旁邊的地方就是腸胃 胃十二指腸 就可以這樣 旁邊這樣 這樣去踩 這邊是左心右肝 這邊是心臟 這邊是肝臟 可以這樣踩 這樣 對 左心右肝 可以這樣踩 上下踩它 你要踩 感覺上 比較痛的地方 你就要多踩 痛則不痛 痛則不痛 謝謝模特兒的示範 而且老師說你還要大笑 用笑來哼歌 馬上怎麼笑 其實笑 我們生活要有一些想像 譬如說我現在想像 你們都穿丁字褲的話 是不是很好笑 林宋凱醫師 我記得你也會 當然要有一些想像 你也會大笑瑜伽 對 大笑瑜伽 不如來一段吧 還有 可以一起來笑 可以一起來 來 有一首歌 這個笑笑歌也滿好的 來 好 好 老師 我心臟兇不了